我常走這條路 因為余光中老師以前叫本線 跟著作家王文欣的腳步 走在熟悉的巷弄裡 往事歷歷在目 這部紀錄片 不僅見證古蹟 紀州安的修復過程 也開啟建築與文學偶然的連結 剛初房子燒掉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它叫紀州安 我也不太知道它的過去 我們只是約約知道以前 是一個大的旅館 紀州安建於1917年 是日據時代由平松家族 所經營的高級餐廳 90年代兩次大火 把本館和別館全都燒毀 現在只留下梨屋 而為了紀錄古蹟修復過程 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特別拍攝紀錄片 希望能重現紀州安的歷史風華 以紀州安為中心 擴展出去的一些人文背景 很豐厚的人文歷史 譬如說過去有純文學出版社 現在還在的國語日報 現在還在的俄雅出版社和紅範出版社 造就了這個地帶很多人文的風氣 首映會上 多位知名作家也應邀出席 和在場民眾一起欣賞 主辦單位則計畫展開校園巡迴 希望讓更多年輕人 有機會認識到這座文學地標的過往 記者郵箱廷採訪報導 有聲音な渴望 照片前方 映會 第二座文學會 那座文學會